配合防疫政策 餐饮小吃禁止店内用餐 所以最近的免洗纸盒 纸碗增加很多的数量 尤其是吃剩的厨余都没有倒干净 造成清洁队员工作上的负担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使用免洗的一个餐具增加了 纸类的塑胶类的都增加了 那我们清洁队员要负责消毒的工作 所以无形中他的工作量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这边很诚心诚意的 来呼吁我们的国庆乡的乡亲 能够就是说你们用过的纸类的便当盒 能够先充洗一下 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清洁队的一个工作负担 特别时期 希望大家能够供给时间 到底量有多少 国庆乡清洁队长表示 乡民都有配合防疫的政策 打包食物回家吃 所以最近增加三倍的数量 在免洗餐具的方面 去年平均一个月大概七八百公斤 那疫情之后暴增了三倍多 现在一个月都有2100到2400公斤左右的免洗餐具 所以要拜托乡亲将免洗餐具的厨余倒去干净 也冲洗一下 让我们这个资源回收可以做得更好 为了做好资源回收的工作 清洁队员很用心分类回收 但是清理回收餐具内的厨余非常麻烦 免洗餐具如果你可以分得好 就可以当回收物 如果你分不好就变成垃圾 那会增加垃圾量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宣导 要把厨余给清干净 否则我们会开始拒收 如果拒收几次不听 我们可能会采取罚款 最高可以处罚新台币6000元 南投县的垃圾问题 需要加强垃圾减量的工作 尤其是防疫期间 资源回收垃圾量增加很多 需要乡民共同来配合 记者发红困南投县采访报道